我教大家怎么看那个烂掉的迹象 像这个啊 表皮有一些开始黄掉 等到你这个整个的皮啊 都变得黄黄的 或是出现了橘色 红色那种很梦幻的颜色 通常都是里面烂羹 最健康的都就是绿色跟深绿色 它这里有一个斑点 我就把它挖起来看 发现它大部分的羹是健康的 可是有其中一根的羹里面烂的 我在猜有可能是那一个羹的那个 管系是连到这个部位 所以这个部位会这样烂 然后它的点点之后扩散 就代表说那个羹的烂的程度 已经扩散到其他羹了 所以呢这个你最好是托人检查起来 看有没有是哪一个羹烂掉 如果不知道就全部都修 这个呢 它摸起来都还很健康 可是它的侧面也是很恐怖 这就是有一大区域的那个羹 其实已经烂 我觉得它这个可能不久也没救 因为它如果修羹的话 可能也不会法医它的健康程度 这本事我冬天就发现它已经有问题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它是秀柄 但其实不是秀柄 像这个它羹也是不太发了 秀柄长这样 然后它已经愈合了 然后这是蚂蚁咬的 旁边有这个点点 羹剪开 我拿它这个蜂蜂的烂掉 这个羹烂掉 它这个有一个点 你看它是哪一个羹完 然后我刚刚剪了一根 这一根是健康的 然后 然后 这一根一根烂掉 我们要趁它还没烂进去之前 把它剪掉 剪到干净 剪到干净 让它不止它的烂饭也进去 好了 我们都差不多 修干净了 碰面植物的 八根粉 最常见就复饱了 你要大声什么啦 全部都要涂了 涂厚厚的一唇 让它保持干燥 像我修那个重也很重大 我们至少要放两个礼拜哦 让它干 让它凹 没关系 脏火一定要完全 完全愈合才能 瘦炒 OK 放在有干燥机的树烧盆 因为树烧盆很透气又很干燥 我要来修这一颗 这个肯定也没救 我刚刚在拔根的时候 马上有一根断了 我们看 它的根随便轻轻一把都已经断了 哇 这个严重 应该没救了啦 烂到底 烂到底